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美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我们来看看美国最新的犯罪统计数据 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最新数据显示 新墨西哥州被评为美国最危险的州 暴力和财产犯罪率均居全国之首 紧随其后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和科罗拉多州 这些州的犯罪率也相当高 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的门罗市 曾一度是美国谋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看来 想要安全出行 选择居住地还真是需要慎重考虑呢 接下来 我们关注一则令人痛心的交通事故 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 一名华人女子在过街时被一辆白色轿车撞飞 遗憾的是 她在送医后不治身亡 目击者描述 肇事车辆在撞击后迅速逃离现场 警方经过调查 最终锁定了一名7亿男子为肇事者 这起事故再次提醒我们 行人和司机都需要更加注意道路安全 最后 我们来看一则关于国家安全的新闻 美国政府近日下令一家与中国有联系的加密货币矿业公司 出售其在怀俄明州空军基地附近的产业 白宫表示 这家公司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必须撤离并出售相关房产 此举反映了美国对外国投资 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投资 在敏感军事区域的高度警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每日邮报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美国的抢劫 袭击和凶杀案件大幅增加 但此后这些案件有所下降 与前一年相比 2023年谋杀案下降了13% 暴力犯罪下降了6% 财产犯罪下降了4% 然而 新墨西哥州在这些有关暴力 财产犯罪的指标中名列前茅 该州的暴力犯罪率为每10万人780起 财产犯罪率为每10万人2984起 紧随其后的是路易斯安纳州 该州经常被列为美国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该州的暴力犯罪率为每10万人629人 此外 路易斯安纳州还拥有全美 第二危险的城市门罗 Monroe 当地居民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几率 高达三分之一 科罗拉多州在最新排名中位居第三 尽管该州的财产犯罪率比前两个州低 为每10万3148起 但它是全美自杀率最高的州之一 并且位于美国自杀带的中心 排在前十名的还有奥勒冈州 加州和密苏里州 这些州的犯罪率因拥有 美国最宽松的枪支法而加剧 南加小台北蒙特利公园市 Montreper日前发生悲剧 根据目击者的叙述 一名华人女子推着超市购物车 在路上行走 突然被一辆车撞飞到空中 之后重重掉落地面 而肇事汽车急迟逃离现场 事故发生在5月10日 周五晚8时左右 车祸地点位于猛市Emerson大道 靠近Florence大道区域 目击者陈先生 当晚与几名同事正好开车经过 目睹惊魂一幕 他们当时开车在stop标识处等候 突然听到啪 很大的响声传来 抬头就看见马路对面 有人被车辆撞飞到空中 之后重重摔落到地上 目击者回忆 当时还不确定是人 以为是什么重物掉在地上 但发现是一名华人女子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昏迷不醒 照示车辆是一部白色四门轿车 碰撞发生后 汽车迅速逃离现场 警方到达现场后 挨家挨户敲门寻找 终于锁定照示司机 司机是一名蜥蜴男 大约40多岁 受害女子 当晚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 不幸宣告身亡 彭博社报道 美国下令一家中国加密货币 矿业公司撤离并出售 其在怀罗明州空军基地附近 购买的一处房产 该基地内有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称该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白宫在一份命令中表示 加密货币矿业投资公司 Mine One Partners Limited 及其附属单位和公司 可能会采取威胁损害 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 该公司必须剥离 其于2022年 在F1涡轮空军基地附近购买的房地产 Mine One的产业距离 F1涡轮空军基地不到1.6公里 该基地存放着美国核导弹 路透社称 此举出台之际 美国越来越担心 中国牵头收购 敏感军事基地附近的美国财产 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在进行审查后认定 这笔土地收购交易存在风险 美国财政部表示 Mine One在交易完成前 从未提交过审查 白宫说 外资产业靠近美国战略导弹基地 和美国核三位一体的关键元素 而且存在可能有助于 监视和间谍活动的专用 和外国采购设备 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 哈佛大学每年的学费和杂费 总计高达8.2万美元 但许多学生和专家认为 这笔投资是非常值得的 根据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CNBC的报道 联邦教育部的大学计分卡显示 接受联邦奖学金的哈佛学生 为95114美元 远高于其他四年制大专院校 接受同样联邦补助的同侪 其平均薪资约为5806美元 这些数据表明 就读哈佛等长春藤盟校的高昂费用 能够带来相当可观的回报 哈佛官网列出了 学生在就学期间需要支付的费用 其中2024年至2025学年的学费 为56550美元 加上时速和学生服务等杂费 共计约82866美元 然而 许多哈佛学生实际上 并没有支付这么多钱 长春藤盟校积极扶持高材生 并慷慨地帮助弱势家庭 55%的哈佛大学生 领有奖学金 24%的学生 在各项补助和奖学金的支持下 不需支付任何费用 哈佛大学坚持100% 以需求为导向的金元政策 年收入不到85000美元的家庭 无需为孩子支付学费 尽管如此 并不是所有的金元都来自学校 校方官网及教育部大学 计分卡资料显示 约19%的大学生 获得联邦培尔助学金 这些接受联邦补助的学生 每年平均负担19500美元 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 哈佛似乎是相对负担得起的精英学府 但哈佛的招生数据显示 低收入学生想要进入哈佛 并不容易 哈佛大学表示 招生过程不考虑学生 是否能支付学费 但各项因素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缺乏竞争优势 优秀的申请学生 不仅在学术上表现卓越 还需要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可能没有时间或财力 准备这些材料 美联社报道 哈佛的机会洞察组织 去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相同的SAT分数前提下 来自最富裕1%家庭的学生 被录取到长春藤盟校 或长春藤家学校的概率 是低中产阶级家庭学生的两倍 这些长春藤家盟校 包括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杜克大学 以及芝加哥大学 机会洞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 哈佛2013届学生中 来自收入金字塔底层20%的学生 仅占所有学生的4.5% 而来自金字塔顶端20%的学生 则占67% 这些数据进一步揭示了 哈佛在录取过程中存在的 经济不平等现象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